诶 诶 阿音 你就是准备要去干龙活吗 是啊 陈云哥啊 你不是说要晚一点上来吗 你总总快上来了呀 这些天没有见到你 他想你了呗 陈云哥啊 你怎么有嘴巴舌的 我不是昨天才见了面吗 你是不是对别的女人也这样说过呀 语言忘忘 我可是只对我美丽漂亮温柔体贴的阿音 你今天才说这些的呢 去去城里哥里肉麻死了 阿音你这下准备去干嘛呀 我准备去地里 最近的话就是玉米也还不能收 我准备去割点猪草 你来了我就坐一会吧 真勤快啊 你是闲不下来吗 都习惯了 每天天一样就醒了 醒了就睡不着了 那你这就是要提前步入老年生活了 哎呀你才是吧 坐吧 好 陈云哥我小姨刚给我发信息 她说下午凉快要跟我一起去割草 阿音你不要跟你小姨走得太近了 她会给你洗脑的 你没发现她们两个现在对自己的感情都没有信心吗 哎 其实也没有了 陈云哥我自己也是那样想的 然后再看到他们现在的情况也那个样子 我害怕以后我们也会这个样子 哎 她不跟你说这些的话 你也不会去躲着我呀 这不是她的原因 我想着 以后伤心的话 还不如成现在一到两到三个 我是这样想的 哎 你这是什么思想啊 那么极端 而且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呀 我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哎 哎 我们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啊 不是要选择逃避啊 连你自己都要逃避的话 会让我心寒的你知道吗 这没有办 我知道了 哎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不高不高兴的事情了 笑一下 哎 我们这是去哪啊 现在下雨呢 你跟着我来就是了 嗯 几天不见还强势起来了呀 那是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跟别的女的聊天 在我面前夸别的女的好看 我 我不是 昨天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吗 行啦 过去的事情就让她翻篇吧 好的 好的 真值 哎呀你在干嘛 下大雨了 我去吃了黄瓜 然后 熟了 不知道是被我外头摘了 还是被 别的小朋友摘了 现在没有了 哎 走吧走吧我们先回去再说吧 你先下来快下来吧 走吧阿姨你看 你说凌晨落汤鸡了 没事的 反正在家又不是干 你可真的是一分钟都闲不住啊 全宇哥 你不知道这黄瓜它熟了不去摘的话 它就扶着保持了 哎 这才两三天不至于吧 哎 你怎么这个都不懂呀 黄瓜两三天的话 它都可以长很高一点了 哦 是我哭了寡闻了 嘿嘿嘿 来带着你来趟一趟 没关系的 可能是你外婆把她摘回去了吧 对了 你那个外婆她那个风湿好点没有 好多了 只要下雨天就出门就会没事的 哦 那就好那就好 走回家吧下雨了下大了 哎 哎 就我公司那边刚给我发消息 说有个事情 需要我亲自去处理一下 我马上又得要下去了 陈宇哥你那么急吗 你赶紧上来都没有吃东西 我准备去给你几个水果吃 我给你做饭呢 没关系的我不饿 肯定是有肯定是有着急的 要不然他们不会给我发消息的 而且现在的话又是下雨天 会有狠话哎 哎 没事我开车嘛 那行吧 那我就不给你吃饭吧 你有事情的话 那行 那我去了啊 拜拜 那你自己开车路上慢一点啊 行